我们在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 能够在疫情当中 也能够让我们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 都能够平安的来生活度日 那今天也是神特别是福的一天 是神为我们人所设立的安息圣日 也是在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诫命 当我们能够守住神的诫命 我们相信在天上的真神 会照他所应许的 会不吝息的把他丰盛的恩典 慈爱来赏赐给我们 不仅仅赏赐给我们自己本身 也能够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直到千代都能够蒙受主的恩典 也求主能够继续的带领 今天的上午安息的聚会 小弟就借着黑板上的题目 效法迦勒的心智 来作为我们互相学习的 那在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 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 是特别谈到了迦勒的心智 那在之前也特别谈到 约书亚记他主要的工作 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 来攻占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帝 然后之后第二个工作 就是要来分产业给十二个支派 那在上一次谈到十三章的时候 十三章它是一个回顾 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因为在这个时段 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 当约书亚年纪老迈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带领 以色列百姓攻下 圣下的未得之地 所以神借着约书亚 来告诉各首领 这些未得之地 他们要自己把它攻下来 借着他们攻占迦南地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依靠着神的能力 必能把这些未得之地来攻占 那十三章是一个回顾 也特别谈到两个支派伴所得之地 他并不是落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帝 那之前也特别谈到 这两个伴支派是在约荡河东 因为看到了约荡河东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平原 而且这两个伴支派 它的深处很多 然后看到这样这么肥沃的草原 是一个很好序幕的地方 因此请求摩西能够把这约荡河东 他们所攻下的能够成为他们的产业 这个并不是按着神所应许的 乃是由着自己的一个想法 自己眼见看到美好之地 就好像如同当时罗德跟亚伯拉罕 他们要分开之前 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选择 罗德选择东 亚伯拉罕就选择西 所以当时罗德就看到 约荡河东这一片非常肥沃的草原 就诚如现在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 要进攻迦南地之前 当时摩西还没有离世 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 先攻占了约荡河东 所以这两个伴支派 看到这么肥沃之地 因此就来做一个请求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虽然所得的请求得到了应允 但是也导致他们后面 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最大的就是当外族攻略的时候 亚述帝国来侵占的时候 这个两个伴支派 是首先被灭亡 首先被攻下的 所以这个就是照着眼睛所看见 照着仁义所选择的 其实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能够来去思考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是要照着神的应许 来生活度日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眼前的事物固然是美好 但是我们却要站在真理之上 来面对 来选择 所以进入到第十四章 一到二节的时候 就谈到九个伴支派所得之地 也就是神所应许的加拿美地 在第一节到第二节 这九个伴支派所得到的 这一些分地为业 那主要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 十四章的第一节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 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任的儿子 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组长 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 所以呢 这个九个伴支派 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产业 不是只有照着约书亚一个人能够完成 还要有祭司以利亚撒 以及以色列各支派的组长 共同的来协助耶稣亚来做分地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可以借由民宿记的三十四章来看 我们来看民宿记的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十七节 我们来看民宿记的三十四章 十七节 十七节 从十六节来看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 是祭司以利亚撒和任的儿子耶稣亚 这个是他们还没有进入加拿美地之前 神早就借着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要分地的时候呢 是要由祭司以利亚撒和任的儿子耶稣亚 如果再回到耶稣亚记的第十九章 十九章的五十一节 耶稣亚记十九章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任的儿子耶稣亚 并以色列各支派的组长 在四罗会墓门口耶和华面前 碾鸠所分的地业 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 所以呢 他们分地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也不是由约书亚一个人来完成 早在之前 神早就借着摩西来小遇以色列百姓 分地之人就是要由祭司以利亚撒 以及约书亚 那祭司以利亚撒跟约书亚 再召集了以色列支派的各组长 来协助分地的一个工作 这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 所以呢 再回到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第二节 第二节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把产业研究分给九个半支派 所以呢 他们所分的产业 是按着各支派的人数 按着人多就多得 人少就少得 而且是按着宗主各支派的名字 来分地为业 而且是在神的会幕面前 来碾究分地 这都是完全照着神所吩咐的命令而行 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说 这就是按着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来做 所以有时候我们所有 我们各地方教会的一些决策 当然是以各地方为主 但是呢 大原则都要以总会所定下的规范 然后再作为我们各教会 适不适用 或者是因着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按着总会 所下达的大原则之下 我们就按着步骤 当教会订定了怎么样的一个方针 一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应当要同心合意 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工来做一个执行 就如同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 当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 在等待圣灵降临的之前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神切祷告 当圣灵降下之后呢 当时很多的人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当彼得第一次步道 就有三千人来相信 来归主接受合法的大水洗礼 虽然人数增多教会成立 但是他们还是不忘的 天天同心合意的神切 不管是在店里 在家里都是来向神祷告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让圣灵充满 唯有圣灵充满 才如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主耶稣所应许的 当圣灵降下必得着能力 因着圣灵充满 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这个是从十四章一二节 所谈到的 那回到耶稣亚记的第十四章 三到五节就谈到立位人 来看第三节 原来摩西在约荡河东 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 只是在他们中间 没有把产业分给立位人 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 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连 所以没有把地分给立位人 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交业 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 安置他们的财务 五节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 那在这一段呢 是特别谈到立位人 他是没有产业 那他们产业是什么 从第十三章 约苏亚记的第十三章 第十四节来看 约苏亚记的第十三章 第十四节 只是立位之派摩西 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伙计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所以立位人 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 就是百姓所献之物 归给立位人 因为立位人是献给神的 是在会幕里面 来为神做会幕服事的功 所以当百姓他们所献的物 那剩下的就是归于立位人所有 所以呢 百姓所献祭的物 就归于立位人为业 那再来呢 再回到约苏亚记的十三章 三十三节 我们再看约苏亚记十三章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只是立位之派摩西 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以色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 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所以除了百姓所献的 祭物归为立位人 为产业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神 就是立位人的产业 因为他们从出生到离开 都是在神的会幕里面 为神来服事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成为他们的产业 也能够来想到 现在我们归入主的名下 我们的产业是什么 我们的产业就是神 神要给我们的就是将来所要去的归处 也就是天家 所以神是立位人的产业 也是要让我们来思想 在我们肉眼所看到的 这一些属世上的一些物资 其实这是在我们还生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可以拥有的 但是当我们面临死亡之后 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所以产业是什么 产业是在神的手中 才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立位人一样 如何让神成为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真理 能够借着祷告 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更能够做更正确的选择 那在这一段也特别谈到 约瑟的子孙就分为两个支派 得到双分的产业 那立位支派所分别出来 因为是要侍奉神 所以不得产业 所以他们的产业就归在约瑟的名下 两个孩子之一 所以按着应许 按着祝福 我们可以知道约瑟他是长子 因为他得到双分祝福 但是按着血脉 犹大视为长子 因为前面两个犯错了 不能成为长子 所以这是按着圣经我们来看 是按着血脉 按着祝福 就有不同的一个身份 以色列的长子就分为雅各 他是得到被祝福得到双分 那虽然立位人他没有产业可以得到 但是也安排了在迦南美帝 有六个陶城 能够成为他们的居所 而且在城邑的郊外 也是属于立位人的 他们可以把他所属的牲畜 都可以牧养在这个城的郊外 而且这个陶城到后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是为着那些 不是故意伤害人的 或是取人性命的 可以得到一个保障 所以这个都是从神的律律典章 看出神格外的一个恩典 这个是从约书亚记的十四章 一到五节分为这两段 那第三段呢 就是要谈到 今天要特别谈到的迦勒 我们先来看第五节 约书亚记的十四章 我们直接从第五节看到十二节 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 第五节到十二节 第五节 第六节开始 第六节 那时由大人来到吉甲 见约书亚 有基尼洗足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 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 那时我正值四十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当日摩西启示说 你脚所踏之地 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 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期间 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啊 现在 在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 我的这三地给我 那里有亚纳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经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那这一段是特别谈到 迦勒的心智 所以因此我们借着迦勒的心智 也可以值得让我们来学习 那从刚刚我们读完了 约书亚记的十四章 从第六节到十二节这一段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当百姓们聚集来分配产业之地 那迦勒就来约书亚面前 来叙述他的一个要求 期盼能够照着当时 神借着摩西向迦勒所应许的 也能够让他所踏之地得为业 因为当时他所去归探之地 就是西伯伦那个地方 所以他所踏之地 神要应许给他 因此事隔了四十五年之后 他们已经占领了迦南地 虽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所以在分产业之际 迦勒就想起了当时神所应许的 所以因此他有这个信心 他也能够来想到 神所应许的绝不落空 因此他提出要求 所以这个是迦勒 他对神的信心 还有忠心 可以了解到四十五年当中 迦勒毫无改变 所以因此在今日 在这多变的一个时代当中 也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世代当中 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 我们要如何自处 我们要如何如同迦勒一般 从开始相信神 一直到离开 以迦勒来说 四十五年当中 他完全不变 心智不变 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地方 所以因此看到约束亚记的第十四章 我们就要从迦勒的身上 来学习迦勒的心智 那迦勒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智 能够让我们来学习呢 从约束亚记的第十四章 第八节 从约束亚记 第十四章 第八节 八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让我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迦勒他有跟从神的心 不变的一个心智 所以他自始至终 他专心跟从神 所以四十五年的时间 他完全不变 所以在四十五年前 当这一个迦勒 还是探子去归探迦南美帝 以当时他的见识 以及胆量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由神的灵来帮助他 所以借着约束亚记的十四章 谈到迦勒 我们可以再对照 明述记的十四章 十三十四 也就是摩西分布 这个十二个组长 来去归探迦南地的一个事迹 能够来做一个对应 我们可以看到在明述记 的第十三章第二节 明述记第十三章的第二节 十三章第二节 你打发人去归探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 都要做首领的 所以迦勒 他是他们支派的首领 能够成为首领 表示他有能力 他有信心 所以对迦勒来说 当时他跟从神的心智 是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再看到明述记的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一到四节 是谈到整个以色列百姓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为什么发怨言 因为这十个探子 报了二的信心 这个二的信心 就是没有信心的话 因为看到居住在迦南地的 这一些民族呢 其中有声量高大的亚纳族 在当时来说 是伟人 这个伟人 从圣经来看 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含义 表示他们的人 是人高马大 如果呢 我们要看他到底有多高 就会想到大卫对抗哥利亚 哥利亚有多高 换算我们现在将近三公尺 就三百公分 你想一个三百公分 站在我们前面 我们要如何跟他来抗争 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看看 在我们弟兄 比较喜欢看篮球 所以看姚敏 他只不过两百几公分 有没有两百二 我忘记 他两百不到两百三 他却能够在整个蓝坛上面 虽然他是黄种人 也有他抗肯的一个能力 所以你看不到三百 他就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 何况是一个三百公分的人 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 当地的居民身量高大 所以我们从民宿记的十三章 三十三节就看到 这边谈到说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诈猛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要如何打 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导致全以色列百姓 向摩西亚伦来发怨言 但是虽然整个以色列百姓来发怨言 我们再回到民宿记的十四章 十四章来看第六节 民宿记的十四章第六节 归探地的人中 任的儿子约书亚汉 约夫尼的儿子迦勒 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所以纵使整个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信心消化如水 发怨言 此时的迦勒 约书亚依然的有胆量 来对全会众 来增加他们信心的喊话 但是呢 也没有功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迦勒 他对神的信心是有的 在四十五年前 他的信心是有的 在四十五年后 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记的 第十四章第八节 那这迦勒的心智依然不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四十五年这个之间 时间你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以小弟来讲 一眨眼 已经四十二岁了 所以这个四十五年快不快 非常的快 所以一眨眼之间 时间过了这么长 但是心智不变 这个是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时间对信仰 它是一项考验 有时候或许刚开始 我们对这份信仰 是非常热心的 有热衷的 所以得到众弟兄姐妹的称赞 但是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你能不能保证 你还是依然对神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如同迦勒一样 并不尽然 所以我们只能说 我现下是有信心的 但是我要持续的 来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 虽然我不敢保证 我下一秒 下一分钟 明天或是过一年 我还是依然的有信心 但是呢 我不断的来提醒自己 我的心智要如同现今一样 所以就会想到 在全团契 与其他的弟兄姐妹 在聊天的过程 刚好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出书 我忘记那个书名是什么 刚好有写一个弟兄著作 有一篇还不错的道理 后来认识他的某一位弟兄 就想说 这个就是我在多年前 在南部的 我帮某个教会碰到 当时他还很年轻 在跟他的谈论当中 发现这个年轻人 非常的有信心 也非常的爱主 从他的谈吐 就能够看出 他的确是一个 非常忠心 侍奉主的好青年 但是呢 事隔多年以后 那他在事业上面 也有一个好的一个公民 也进入到 政府单位来工作 但是没有想到 信仰却失落 已经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事 甚至呢 已经沦为 像他们官方的那一种 交际 应酬 现在那样的一个 漩涡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 的确时间就是对信仰 的一项考验 你现在对神是热心的 那也难保你多年以后 所以我们只能 时时的提醒自己 就如同 主耶稣基督 针对门徒的软弱 来对他们 来做一个提醒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总要谨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我们的肉体 是带着肉体 是有软弱的 因此我们要谨行祷告 就如同这一个五个 预备有的聪明的童女一样 我们要不断的警醒预备 我们才能够胜过 二者的攻击 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 要谨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心里固然愿意 但是因着带着肉体 有众多的软弱 当我们不警醒 很容易就会被 二者所吞灭而跌倒 在彼得前书 那边也这样提醒我们 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八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勿要谨守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底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有醒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二者的攻击 它是不间断的 所以我们要谨守 谨醒来祷告 我们才能够 让我们的心智 如同迦勒一样 经过了四十五年的时间 依然不变 这就是迦勒 他跟从神的心智不变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第二个 我们要学习迦勒的 什么样的一个心智呢 我们要来看到 在约束亚记的十四章 从刚刚第六节以下 我们所读到的 迦勒对爱慕产业的心不变 因为当时还在约荡河中的时候 神已经借着摩西 应许这个迦勒 他去归探迦南地 所踏之地 要成为他的产业 因此他就抓住了这个应许 所以呢 他对于爱慕 这个产业 神所赏赐的 从四十五年前 一直到 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美地 已经攻下了迦南美地 四十五年之后 他依然的 能够来爱慕产业 因为这是神所应允的 所以呢 他就根据摩西所起的事 他就要来向约束亚 来做一个请求 因为神的应许 是迦勒 他能够保守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也就是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 所谈到的 也就是主耶稣 为我们预备了天家 这样的一个应许 祂是不动的产业 祂是将来我们灵魂的归处 所以我们要如同迦勒一样 爱慕产业的心智不变 我们才不会被这动荡不安 被恶者的诡计 所战胜 所以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 能够成为我们保守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把握住 神给我们的应许 来成为我们在世生活的一个 信仰的一个活力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八章的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 十八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这边是保罗特别谈到 这就是一个得署的盼望 当我们有着活泼的盼望 我们就不会把现今 我们所看见的苦楚 我们就会把它撇弃 因为会想到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也就是神给我们所应许的盼望 他是活泼的 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四节 继续看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所以因着这得署的盼望 他真实的 他是活泼的 是神所应许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现在 这种自短自战的一个苦楚 我们就不能够得以忍受 因着有着盼望 我们就会忍耐等候 就如同在雅各书 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所谈到的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所以你知道有真实的盼望 我们就能够忍耐等候 所以这种爱慕产业的心智不变 是我们必须要向家乐学习的 当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 我们就能够在现今的生活当中 纵使陷入困境 我们还是依然保持着一颗喜乐的心 来面对 这就是爱慕产业的心智不变 我们所要去学习的 那再来我们要学习加乐 什么样的一个心智呢 再回到约书亚记的十四章 十一节到十二节 十一节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是出路 我的力量那是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 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 那里有亚纳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经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心不变 所以这是加乐他顺服的一个心智 在之前他顺服了摩西的差遣 但是呢四十五年之后 就四十年之后 他们开始进攻加拿美帝 此时的加乐也依然的 来顺服约书亚 所以在十一节到十二节这边 特别谈到 这个是加乐向约书亚的请求 因为当时摩西所应许的 一直到现在如今 那带领以色列百姓 已经交在约书亚的手中 那以学者他们去研究 这个加乐比约书亚年长几岁 但是带领的是约书亚 因此呢 加乐他有顺服的心 就如同顺服当年的摩西一样 所以呢他现在也是来顺服约书亚 因此他把他的请求来告诉约书亚 能够借着约书亚得到神所吩咐的 能够照着神所应许的来赐福给加乐 所以这个是加乐他顺服的心智不变 纵使过了45年 他依然的来顺服神的一个引领 纵使之前是摩西 他顺服因为摩西本来就比他年长 这个是我们人一定会去顺服 但是呢 现在领导者是约书亚 年纪没有比他大 但是呢 我们却发现加乐依然的 如同顺服摩西一样 来顺服约书亚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 而且主耶稣在世穿福音的时候 也为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八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以至于始 且始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主耶稣的顺服 顺服到始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顺服是我们属神的儿女 必须要来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加乐 他顺服的心智不变 纵使经过了四十五年 那加乐呢 依然来顺服神 所拆派的领导者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 我们也要顺服教会 所定下的一些规定 甚至呢 一些方案 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导者 所共同所决育出来的决策 所以我们礼当顺服 那我们再来要学习 加乐什么样的一个心智呢 在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十一节 这边就谈到 约书亚的 加乐的心智呢 那一种斗智是不变的 我们可以看到 当加乐他在回应 无论当时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 无论是征战是出路 我的力量四十五年前如何 那现在四十五年之后 力量也是如何 那表示在加乐的一个身体状态 他还是保有保有健壮 而且斗智也是依然坚强 虽然经过了四十五年 已经八十五岁了 他自认为我还是有能力的 那他的心智呢 不会因为年纪老迈 而有所消退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有年长者或是长辈 有时候在服事的工作上面 有时候就会讲到说 我老了我老了 我走不动了 我没办法做了 甚至有一些事工要做的时候 没有办法我年纪大了 我无法胜任 但是呢我们却看到 这个加乐 他八十五岁了 他斗智依然的 坚持 就如同保罗 他工作的一个心智一样 我们来看罗马书 罗马书的第十五章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节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 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之他信息的 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 在没有可传的地方 而且这好些年 我切心想望到 士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这就是保罗的一个心智 所以他对外 传道里程三次 花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甚至被关 保罗依然的不忘记 要在做宣道的一个事工上面 尽他的一点心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从圣经上的这一些古圣徒 他们的斗志不变 不会因为时间拉长之后 而削弱了他们对神福祉的一个心智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 迦勒他的一个斗志不变 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 十二节 十二节这边就特别谈到 那这边就是特别谈到什么呢 迦勒他信心不变的一个心智 纵使迦勒已经85岁了 而且他所要得的这一个产业西波伦 当时也有亚纳族人在那个地方 而且迦勒也说 并有宽大的坚固的城也在那边 但是呢 他依然相信 纵使我年纪高了85岁 我依然能够来占领 为什么呢 是因着神照他所应许的 当神与我同在 我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 这就是信心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迦勒所求的不是为了自己来得到这一些 乃是要为了全以色列百姓来着想 因为当时亚纳族还没有全部赶出 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帝 他知道西波伦这个地方 还有亚纳族人在里头 所以迦勒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自告奋勇 要攻下西波伦 主要就是要把这亚纳族人 从西波伦当中来除灭 让以色列百姓 能够在自己所得为业的产业上面 能够安心的来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迦勒他的信心 在四十五年之前信心这么样的一个强大 一直到四十五年后 年纪已经老迈了 但是迦勒他还是一样信心不变 而且他不是要求别人去打这亚纳族 而是要自己来去攻占 所以这就是迦勒他对于神的信心 心智是不变的 所以借由这五个方面 看到了迦勒他跟从神的心智不变 也看到了迦勒他爱慕产业的心智不变 而且他顺服的心也不变 他的斗志 他的信心也不会因着四十五年之后 而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迦勒他这个心智 是值得我们来去学习效法的 虽然我们还年轻 我们要如同圣经上 给我们的一个劝勉 我们要谨守 谨醒 能够让我们的心智 一直到我们年事已高 如同迦勒一样 也能够来保持住 所以迦勒的确 不是只有我们长辈要学习效法的一个对象 也是值得我们年轻的一辈要来学习 因为迦勒服侍一开始他就年纪老迈 他是从年轻开始来服侍 一直到他年纪老迈八十多岁了 就陈鲁诗篇所谈到的 强壮可到八十岁 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但是他对神的心智依然不变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从迦勒的一个心智当中 我们要来去学习效法的 当我们有了迦勒的一个心智 相信我们关东乔教会 在这个地方 更能够把福音的事工 来把它拓展出去 愿神能够来帮助带领 最后我们来一起